四十一台灣《蘋果日報》 村式糧菜營味豐富 2015年7月10日生活家庭其 六村菜中除了辣味,還有甜、酸、麻、苦、香、咸等味型 其中,涼爽不痛口的糧菜,降低了紅油的辣味 調和了薑香、麻香、醋酸和甜甘 尤其開胃,村式糧菜首重醬汁 每隔一段時間就到中國觀摩取經的國賓村菜廳 不定期推出從對岸學回來的新口味 將頗受老顧客稱來的九香雞 雞腿滿煮四十分鐘後泡冰水使肉質收縮彈柱 再淋上調和醬油、花椒油和韭菜、辣椒碎的醬汁 韭菜新力的香氣經過醬汁片刻的浸泡之後變得油和 搭配甜勁的雞腿肉一起入口 愈著愈香,讓人忘了他剛上卓時的窗味 香川鮮杯的醬汁側有紅油辣椒籽、紅油、花椒粉和蒜末等調製 臨在以蔥薑酒泡煮過的鮮杯上、搭配洋蔥和甜椒絲等品嘗 麻辣鮮鹹、十分夠味、人氣不醉的椒燒皮蛋 材料很簡單,但吃過的人很少不會記住他的美味 在皮蛋上鋪上去指乾鍋煎香的清紅辣椒、淋上以香醋、陳醋、白芝麻和紅油調製的醬汁 煎過的辣椒香辣帶甘、搭配冰涼滑 Q 的皮蛋和酸香醬汁一起入口、滋味層層疊疊、十分開胃 除了淋上醬汁突顯個性的涼菜、也有以普製方式入味的品項 例如普椒鵝掌、以肉膠厚實的鵝掌取代傳統用的雞爪 蒸煮二小時後以冷水沖涼、剁成色口大小後再以鮮花椒、山椒、嫩薑和泡菜水等葉漬入味 我掌員Q 膠質滑溜、酸麻味辣滴滋味 讓人吃上一快就停不了口 國賓村菜廳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12樓 國賓飯店02、2100、2100轉238、311、3014時正17時30分至21時正無憂